我眼前这个是阿兰曼六代机 它的枕机采用的是304不锈钢 它前面这块是保温 割温 割热的一个割热棉 也是采用的不锈钢的一个真空 把它前后真空一个包子的一个割热棉 下面的这咕噜是3.2升 上面这个是2.8升 3.2升的是开水枯爐 上面是蒸汽枯爐 储存蒸汽用 旁边这个是6系列的迷你 它两款外观的造型是一样的 区域于它的体积 它更倾向于家用 因为它体积小 这个六代机的枯爐大 更倾向于商用 下面这一台呢 就是我们六代机的升级板 6S 6S它区别于我们六代的基础上面了 它这个前面的萃取枪体 可以与后面 咕噜 铃铃铃 可以定制可以选配 它的功率 电源功率是2200瓦 220伏 然后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机器的部件 这边是蒸汽发门 这边是照明灯 这个是水柱里面的补水开关 它会自动补水 我们的视觉效果需要里面水管里面需要水的话 可以通过它给它补水 平时把它关了就可以了 然后表上面压力在1.5到2帕区间 就可以正常操作做咖啡了 这个是蒸汽安全阀 这个是敷压阀 这是加水第一次开机的加水口 第一次注水 因为水棒需要3.2升的水 它水棒的时间长时间工作不可以 就是要它加水 这是压力表 下面我操作一片 取18克21克左右的咖啡粉 扣上酥饼 然后开始放水 这边放水发门 放水量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20、30、40、50到60毫升 我们左右 我们一杯Espresso的萃取 根据我们的需求 正常的话30毫升左右 这个粉有稀湿 咖啡粉需要稀湿 15毫升左右 就是最终萃取出来 大概最多40毫升 下面我们开始浴巾泡 2.5帕左右浴巾泡 我们渐渐地往上伸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往上伸 然后用伸起的力量 往下往下压 往下压 好 做完咖啡以后可以取一个空杯 再压一下 为了舌饼里面的馋也更干一点 取出来舌饼里面没有淤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更干一点 看看蒸汽啊 我们这个 咕炉的几个是水汽分离的几个 下部分是3.1升的开水咕炉 上面呢是2.7升的蒸汽咕炉 你可以看一下蒸汽的干燥度 它的蒸汽的干燥度是含水力 呃 百分之十足 很干 也不会像传统的工具那么烫 蒸汽出来那么烫 蒸汽在打发的过程中 后面水住 水在沸腾 香达 咯 是 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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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